大家好 我們繼續新疆之旅 離開蔡里木湖後 就會去餓虎藏龍的拍攝地 魔鬼城 以及去人間仙境的和木村 好 我們又到了一個烏爾和的酒店 現在在等著上去 烏爾和的酒店 哇 棒 這次好像有價格 有冷氣 好一點 哇 紅色那麼香艷 這個單下 這個魔鬼城的單下的衣服 哈哈 馬上聽不到 哇 好啊 來到了 哇 看一看什麼 快點啊 這個觀光尺 趁快啦 趁快啦 我旁邊的魔鬼 哈哈 放下行李之後 就出發來到這個魔鬼城參觀 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三大瓦丹地貌第一名的魔鬼城 很多電影都在拍攝 包括我虎藏龍 有一種荒蕪的感覺 但是很容易留 很容易留意 坐在這個億萬年前 是湖底的魔鬼城 日月風化 鬼夫神功 地形非常震撼 又一個靈驗 在那裡 聽領隊說 如果去到晚上 刮起風 吹起沙石的時候 就好像萬鬼齊號 喊得挺恐怖的 就是這個魔鬼城 開頭的時候 就是進去沒什麼看 但是站高望去就很美 就是很宏偉的 什麼? 見不見到日落啊? 見到日落 第二邊啊 但是 雲塞著了 七點多鐘來到 就看到十點鐘日落 不過見不到日落 只是見到的 魚輝 但是都 漂亮的 OK的 很多人都在這裡 拍攝日落 我們剛剛看到日落 都有點染紅的感覺 如果是天氣比較好些 和雲塵沒那麼多的時候 看到的日落的景色 更震撼 看不到日落 是不是? 失望 有點失望 不過 景色都很漂亮 看一看大漠 那些叫什麼? 風化 雅丹地貌也好 是嗎? 那些都很混亂 好大 放鬆 參觀完這個雅丹地貌的魔鬼城之後 第二天就會去我期待已久的和睦村 看大漠 搬了在這裡的那個就是我們領隊波波蘭 今天又帶我們來給點黃黃 是嗎? 是嗎? 快點 這個就是我們師傅 周師傅 很厲害 我的手車 袁大哥 小妮 李盆 還有 還有 哇 給人 給人 喂 有車 經常說最美麗的風景在路上 沒錯 其實每條公路的景色都不同 很有特色 在新疆旅遊一坐就坐幾個小時 在烏爾王我們吃了下午之後 就繼續去這個和睦村 看那邊 多美 哇 和睦村 和睦村 其中一集 很美 小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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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和睦村的風景區 買了票 旅遊巴就停在外面的停車場 我們執拾11晚的行李 就乘這個景區車 就進到和睦村了 小妻 大家更加了解 融合我 沒錯 中國人來的 嘩 這個說話很重要 叫旅館 現在慢慢走過去 101房 黃木的小木屋 黃木的小木屋 嘩 真是 入上來 很簡陋 都是這樣 兩個人好好睡 可能 放下行李之後 我們馬上去遊覽 放下行李之後 不知哪裏玩 去派我們 其實要說景 一定是兩個八川 八川 八川 這裡又是環回 360個景區 從最山頂到樓 到最山頂到樓 到最山頂到樓 好 阿姐 沒有一道不靠 找不到 只不過最山頂到樓 只不過最山頂到樓 最山頂到樓 我們拿著樓 值得 值得 好可憐 好可憐 今天要路上一上一上一樓 好可憐 你來 好可憐 多舒服 我們上山腰道 看下來 慢慢上 值得 都是兩個字值得 一點都不辛苦 不枉此生 嘩 漂亮啊 真的漂亮啊 這個和木村的小木屋下面 好漂亮 真是 明不虛傳 不捨得走 導遊說下去吃飯 但現在也不捨得走 因為太漂亮了 下午六七點的陽光 拍照特別幼和 真是漂亮到 你看下面是和木村 好漂亮啊 一大件夾抵食 這裏還抵食 這裏是一百零二元 真是抵 真是抵 你帶人去這樣的地方也有 是一般的和木村 我是情有獨鍾的 美景真是如詩如畫 美景真是如詩如畫 我問滿獸嗎 是啊 大條村吧 是啊 大條村吧 更漂亮啊 更漂亮啊 我剛才說 寶寶這裏很漂亮啊 明天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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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就是飯店 這間就是飯店 你看看 嘩 中了東西 那些大蔥 多寫意啊 多舒服 晚飯後就休息了 第二早晨早的時候 我們就看日出 還夠六點啊 差不多六點 差不多六點 對 那現在走上去 我想這次可以 兩碗有上去 每天都要全部 那些爛飯豬 那些爛飯豬 行行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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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我 早上看日出 神光第一線 對 在等日出 最主要是上來感受一下那些人 早上走上來 嘩 好厲害啊 就算我覺得相機也沒有什麼 拍到下一點 拍到下一點 但是對眼就最漂亮 沒錯 真的 用個記憶 帶回去 就是 拍不到的 但是趁一下去 你看後面的人 嘩 很多人 我們走上去那時候 好像旺角那樣排隊 厲害 嘩 嘩 很大隻 像蛇老虎一樣 明明看到太陽出來 被雲遮住了 難道阿姐真的被招了 不用上來嗎 這麼聰明 這麼聰明 有時候要說緣份 對 說時間 沒錯 希望在明天 沒錯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 哈哈 走啦 這間小木屋 走啦 這間小木屋 過了一晚 看完日出 吃完早餐 我們就會離開和木村 就去客樂斯 好像仙景一般的和木村 整個風景好像油畫 其實是更性油畫 訂閱我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